新汉灿烂这部古装剧自从开播以来就很有热度 乌磊和赵露丝的CP感早就已经溢出了屏幕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选角眼光 其实赵露丝与乌磊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 前段时间两人还合作了古装剧长歌行 虽然在剧中两人对戏的画面很少 但是乌磊和赵露丝凭借这部剧都收获了不少的关注和热度 赵露丝作为娱乐圈心境流量小花 热度可谓是居高不下 毕竟有颜值在 加上他的演技实力在娱乐圈就不愁美资源和人气了 赵露丝出道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出演了不少的电视剧 还获得了甜妹的称号 他本人甜美青春的长相 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始终给观众小男孩的印象 他出道以来演的爱情戏并不多 先前在长歌行和热巴的搭档也被嫌弃没有火花 殊不知这次在新汉灿烂和赵露丝搭档CP感会这么强 确实令人意外 说实话 吴磊作为童心 想要让观众改变对他一直以来的固有印象是很难的 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停留在狼牙榜中可爱偏执的小飞流上 他能在新汉灿烂里展现出超强的感官 是与他在剧外的努力分不开的 新汉灿烂里有一个镜头 吴磊是赤裸的上身 可以看到他结实的肌肉和腹肌 这完全不是当年的弟弟了呀 大家不要以为吴磊还小 实际上他与赵露丝只相差一岁 吴磊22岁 赵露丝23岁 都是颜值在线的适龄男女青年 怪不得能收获一大批CP粉 当然比起正片中两人的爱恨纠葛 他们的片场花絮 似乎更能让人血脉膨胀 让人忍不住怀疑两人是不是在公分恋爱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 吴磊看赵露丝的眼神都很让人上头 他们俩的体型就像大灰狼和小白兔 这种反差感能够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感 不仅如此 他们私底下关系也很好 两个人对戏时就趣味十足 在讲剧中那表达爱意的肉骂台词的时候 两个人就特别搞怪 吴磊跟赵露丝用四川话对台词 还自行变化台词 场面既搞笑又甜蜜 最开始弄的这部清晰的时候 有一次赵露丝视亲吴磊的脸颊 还因为用力过猛 一直撞到了自己的鼻子 又糗又可爱 在拍摄一场骑马的戏时 吴磊更是宠溺的不幸 导演一声开机令下 吴磊带着赵露丝策马奔腾 却没想到把赵露丝给吓哭了 导演喊停的时候 吴磊一直没有舍得放手 还主动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纸巾 为赵露丝擦眼泪 这画面莫名有一种小情侣 闹别扭的及时感 赵露丝跟吴磊不只是戏里甜 私下的互动更是聊到不行 在一场花戏当中 拍摄现场气温高达37度 身穿古装厚重戏服的两个人 不但热到不行 还要一直抱在一起 吴磊在两个人对戏的时候 贴心送上小风扇直吹赵露丝 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甜到掉牙